Leon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那最近呢已經改版了 那這個改版呢 讓羅馬人已經可以在天梯上使用了 所以 Viper跟MBL 所有的職業選什麼呢 都在天梯瘋狂玩羅馬人 那羅馬人這次改版也有一些調整 詳細的部分我們就在後面來做講解 那羅馬人這個文明特色 最大的特別之處就是他的奴砲 只要30黃金 非常非常的便宜 便宜到這個比小公的價格還要便宜 就是有種天生自帶 天生自帶貴族特權騎士的這個感覺 然後這個是Minecraft的這次活動模組 現在只要購買世紀帝國 然後完成活動任務 就可以把這個野豬變成Minecraft的野豬 現在這個模組也是變得很有趣 我覺得這次是蠻適合入坑的 很多模組都變得很好玩 那我們稍微繼續講一下這個羅馬 那羅馬除此之外還有這個 非常快速的奴砲攻擊速度 他的攻擊速度加成實在是超快 33%攻速加成 再來就是這個百夫掌也是非常好用 非常坦有點像是貴族鐵騎這種感覺 但是比貴族鐵騎攻擊又再更高一點點 那他奴砲彈船也是防御率超高的 所以整體而言羅馬人算是一個偏向於 打奴砲跟百夫掌還有這個軍團兵的一個路線 工兵路線比較弱一點 但工兵可以用奴砲來取代 本身羅馬人是比較害怕火炮的文明 所以打百夫掌的話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他的特色呢 是漁川很便宜 然後大學跟碼頭的費用是減 減一些費用的 但是並沒有在阿拉伯有特別用處 所以義大利人本身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但是他升10代的時候會減15%的費用 所以算是一個小小的補陣吧 那義大利人呢還有這個勒納奴手 打騎兵單位非常強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喔 義大利人是有一定的優勢 可以打贏羅馬人的 因為本身義大利人也有火槍喔 而且火槍費用又便宜 而且火炮也有 那奴炮也很怕火炮 那我覺得義大利人這一場是有稍微有點優勢的 那義大利人呢後期喔 也可以打重裝騎士喔 或是傭兵或是勒納奴手 其實都可以喔 基本上他是一個全能力的文明喔 基本上什麼都有 三公三房什麼都有 然後三級木三技能也有 所以義大利人也是我非常推的一個 大家去練的一個文明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圖喔 那對眼睛的觀眾已經發現了吧 這個阿拉伯終於有回來綠地了喔 終於不再是沙漠黃黃一片喔 看了非常痛苦喔 這個綠地阿拉伯看起來就是舒服 好那稍微講一下VIPER的圖 那VIPER是選擇了羅馬人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剛剛顏色對調了 這個紅色是義大利人喔 那綠色才是羅馬 VIPER 那來看一下VIPER的地圖 VIPER的地圖是金礦在裡面喔 但是他的地形偏大 防守來說是比較會有點困難一點喔 但這邊稍微圍一下 然後這邊再圍過來 這邊再圍到底 然後後面這邊再圍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有點偏大 如果要圍大一點是這樣子喔 那如果他圍小的話 就真的要圍很小喔 這樣子圍 然後這樣子圍喔 然後用TC聯訪 那我覺得 以VIPER的他們的 經驗來說一定是圍大的 因為這個其實你圍小 其實花的資源是差不多的 其實你在玩世紀帝國的時候 在單挑的情況下 就是阿拉伯 你要圍架的時候要去稍微注意一下 你圍架旁邊的資源是耗費多少 如果你圍大跟圍小資源是差不多的話 那你就直接圍大就好了 雖然圍小的話 感覺比較安全 但其實有時候 資源一樣圍大的時候 你可以發展攻堅更大 防守更容易一點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這邊的地圖呢 看起來是比較難守一點的 因為他這邊要防也是 要圍很大 跟VIPER其實蠻相似的 但他左邊這邊 空區更大 所以要完全鎖住這邊的話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喔 可能要先稍微小微小微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那目前看起來 兩邊的地圖是差不多 都至少幾個分以上 大概六七十分 接下來我們來加速一下 那VIPER這邊決定是要打 羅馬人的步兵開局 那羅馬人的步兵呢 這個軍團長的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他的防禦力喔非常高 而且羅馬人喔 在封建時代 直接點這個易防 步兵喔 是直接得到兩倍的防禦力喔 所以要來看一下 VIPER會不會直接去點易防喔 然後去跟對方的 村民互尻 喔 直接按裝甲 哇 然後點一下易防了 真的是這樣子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民兵的現在數值喔 是4加0 然後1加0 然後這邊裝甲步兵會變成0 6加0 攻擊變6攻 好 那來看看防禦喔 防禦直接變死 1加2 然後0加2 非常的坦 好 來看一下 分解好喔 0加2 1加2 進防有3喔 哇 那個刺猴攻擊是5滴喔 那如果他點易防之後 刺猴打一下喔 就只有2滴血了 所以這個裝甲步兵喔 一定要用弓兵去打喔 好 絕對不能出刺猴 但是很尷尬的是喔 現在義大利呢 這邊就是打刺猴阿 好 現在刺猴開局喔 三隻刺猴要來解這個裝甲步兵 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 你看 養的要命 這個裝甲步兵 血量有扣跟沒扣一樣 哇 進防5 進防3喔 就是這麼的坦阿 不好意思我講錯了 進防2才對 不是進防3 他是進防2 遠防3喔 好 所以這個刺猴打一下是3滴血喔 但還是打到頭破血流阿 你看這個義大利人喔 非常的虧阿 好 麥克這時候點下了一擊伐木 義大利人拉了一些村民 想用村民的血量去換一下裝甲步兵的 血量 但是換掉一隻裝甲步兵 自己村民也殘血了 那義大利人這邊解的 其實還算解的蠻漂亮的喔 好 這邊又死了一隻刺猴 這隻刺猴送的有點無辜阿 那現在村民去追 其實會追的有點困難 待會要不要下一個射箭場呢 好 這邊補個射箭場之類的 所以弓兵一出來在這邊防守喔 也是不錯的 那羅馬人呢 他的修理速度喔 跟建造速度 還有這個採集速度 是增加5%的喔 這個經濟資源喔 這個補陣喔 其實是蠻強大的 所以我覺得羅馬人喔 其實是可以考慮喔 嘗試去把這個 加5%採集給拿掉 不然他經濟好像會有點好 好 這個裝甲步兵 砍得有夠痛 差點收掉這隻村民 再一刀就可以砍死了說 蛋白盆沒有收下 好 對手控兵也是控得很好 好 拉了一隻長槍兵 長槍兵打這個裝甲步兵喔 只有一滴血 怎麼戳都是一滴 你還要再戳個六下 好 看起來是戳不死了 哎呀 哎呀 哈哈哈 打死了打死了 哈哈哈 哇 打得真的是 有點刺激喔 剩兩滴血而已喔 好 那目前看到 Viper這邊的裝甲步兵策略 打得還不錯 雖然村民都沒殺掉 但是至少把對手的刺手全部解決掉了 那Viper以後續也沒有繼續做進攻了 反正是把家裡圍好 那這邊左邊還沒有圍喔 不確定Viper現在的想法 現在他的想法應該是想要趕快喔 先把自己的經濟點起來喔 那這裡有Viper有細節喔 他在28村左右的時候點下輪軸技術 那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這個經濟最大效益化 最好的選擇下輪軸技術的時候 是在28村至30村左右的時候 當然你要後面再點也沒有關係喔 但以經濟來說不打架的情況下 28村或30村去點喔 其實都是可以的 應該說27村以上 不要低於這個數字的話 你點輪軸技術其實會讓經濟非常好的 那一大一人這邊是決定轉出了小宮 但小宮也沒有出門喔 他認為前期已經打出了一波 這邊在出門有點危險 也不知道Viper這邊有沒有出毛兵來反擊喔 所以這邊公兵是不太敢直接出門的 那一大一人果然是左邊為首喔 但他需要耗費大量的防守資源喔 兵一定要在家裡喔 才可以守住 那Viper這邊是已經快要迅速上到了城堡賽 我們用兩倍出來看一下 這邊就去按了一隻裝甲步兵 不確定這個裝甲步兵按出來是要幹嘛 點下了城堡賽 這個裝甲步兵遠防有3喔 真的是蠻猛的 這邊公兵喔 只有4公喔 沒有點一級射的話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有點煩 有點像是瑪麗人的步兵有沒有 這個羅馬人有點兇阿 但是弓兵數量一多還是可以擊火的掉了 所以問題也不太大 只要弓兵數量夠多 還有一級射的話 這個裝甲步兵喔 還是能解的 好 Viper點下了一級弓 想要來繼續把羅馬人喔 打一個城堡時代的步兵開局 但這裡沒有下射箭場 其實有點風險喔 因為他這邊還是有很有可能 會被對方的弓兵做一個拉打動作 很容易被打爆 好這邊看到裝甲步兵直接圍死了一隻毛兵 還有一隻弓兵喔 後面繼續追逐 先點下了護衛技術 還有練甲 那這個練甲也是兩倍喔 所以待會雙防會變成禁防4 遠防5喔 非常坦 然後待會又升常見兵 哇 毀天滅地 這個就是 步兵META嗎 好 我們看到這邊三級遠防 雙防4 5防 哇靠 血量60滴血 攻擊力死 弓兵現在射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攻擊力也是5 好 但是身為奴兵 然後二級受到攻擊變7喔 所以射常見兵喔 還是有兩滴傷害的 但是這邊已經被貼到了 有護衛技術的常見兵 跑速比較快 但是傷害來說 還是有點不及奴兵喔 奴兵這邊拉打的話 一直集火打同一隻喔 效果還是不錯的 但這邊只要數量一變少的話 Viper就有機會用常見兵砍死對手 好這邊砍繼續砍 後面算他剩5隻 能不能二打5成功呢 Viper這邊後面出了一台奴炮 奴炮只要30黃金喔 非常的省 但奴炮的一個缺點喔 就是害怕投石車喔 跟騎士單位喔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做了一個散兵動作 散得很不錯 讓殘血的拉到後面 剩下4隻奴兵順利跑掉了 但Viper這邊也沒有打算喔 去出騎士單位 而是繼續出這個 常見兵 那羅馬人還有一個能力喔 就是他的奴炮可以吃到彈道血喔 所以他奴炮可以算是打滿準的 只要對方沒有抖動的話喔 他只要一直往下走 後往上走 往左走 往右走 這個彈道血喔 都可以追蹤到對方的一個位置喔 相當好用 但是如果Viper這邊前期打這麼兇的話 就會意味著喔 他經濟會很不好喔 這就是我覺得Viper最近在嘗試的東西喔 就是他不會像以前一樣 每一次都開弄 他也是會去嘗試打一些強軍事 雖然我覺得他強軍事沒有到像黑拉那麼強 但他的這個改變喔 也算是在讓自己練習喔 好 覺得算是一個很好的轉變 只要有練習新戰術 就代表Viper還會在變強 好 那目前看到一大一人 這裡沒有要打強軍事喔 這邊是3TC開農了起來 村民術已經領先了Viper八村 但是輪走技術還沒有點 那以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像是以Viper經濟會好一點點喔 因為輪佐技術的話其實加成是加很多的喔 所以是這個移動速度喔 好 Viper這邊要不要考慮按一下這個 TC呢 二級一弄也沒有點下 出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上面蓋起來一堆房子 好 火炮走過來 好 終於開一下自己的第二棟TC 成燈中心補在了黃金礦的旁邊 那昨天喔 我們不是有一部影片嗎 是有上字幕的 不瞞各位喔 那個字幕我上了三個小時 真的覺得這個上字幕不太划算喔 因為我本身的解說風格是畫很多的那種 我那個看了一下我的總句子喔 有五百多句啊 哇 而且這個錯字也是一大堆喔 所以這個AI智能上字幕喔 還是對我來說根本就是 手工人工在上字幕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想要嘗試上字幕還是算了 其他可能可以 但我這一台畫太多了 實在是沒有辦法 好 好 那這邊頭車出來砸一下 哇 努炮被這個頭車砸一巴 血量是直接倒的 好 拉了幾隻長劍兵想要去偷尻頭車 但是後方有大量的工兵直接收掉了 HIPER這邊的努炮打的壓力非常大 單頭車一出來之後就完全沒著了 只能被壓著打 這邊長劍兵數量其實也沒辦法直接抵禦對手 的工兵數量喔 而且頭車後面還有非常多的僧侶 在後面直接坐著翔翔 頭車直接把努炮解掉 那正面就沒有可以 讓工兵有這個大殺傷力的工程器械了 那奴兵這邊應該是可以無雙射掉 好 所有的長劍兵才是的 好 這邊生女直接收到了TC裡 然後用TC的箭矢射爆剩下長劍兵 VIPER損失了自己的所有的軍事喔 那這邊軍力全部送掉之後 VIPER會有點危險 看來長劍兵META 遇到這個工兵國家還是很難發揮作用的 那奴炮也是喔 所以我覺得奴炮雖然 魯馬來說是非常強力的一個單位喔 當遇到頭子車真的是沒辦法 所以可能還是要出一點騎士去應對 VIPER這邊是轉出了4TC 直接想要來追上對手意大利這邊的經濟 但奴炮長劍兵這邊單位還是有繼續出的 好 修道院在前方補了一個 左邊也要來爭奪一下 對這方的聖物 那兩邊聖物看起來都還沒有減 這個雖然修道院出了那麼多生女 但外面的一個聖物一個都沒減 防止在打架 好 這邊看到奴炮直接攻速展開 射爆了一大堆的奴兵 但是正面三隻常見兵做到非常多事情喔 砍掉了4台奴炮 第4台有機會嗎 喔 已經砍掉4台了 第5台正在追擊 但是沒有機會了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的聖女 要做招翔 而且就除吃翔已經點完了 這邊奴炮可能會被招走 完蛋了VIPER直接被壓回家裡 奴炮直接變成對方的 怎麼辦呢 這邊要直接硬拆奴炮嗎 還有聖女 我覺得硬拆生女跟奴炮可能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這邊再繼續打下去 VIPER可能會有點危險 對方有這個救贖思想 不管是出奴炮或是投石車 都會被反殺的 我們阿倫點下了帝龍時代 VIPER已經決定了 不給你打城堡了 我要直接上地 然後用城堡防守 那這邊可能要考慮要不要讀可 因為聖明硬蓋肯定是會損失慘重的 但城堡防守要蓋好 這邊要撤退了嗎 還是要選擇撤退 並沒有繼續硬打下去 算是明智的選擇 冤後方這個TC 收村的話 弓兵在這邊還是設得到的 羅馬人這邊還補下了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了 經濟已經飆到最好 大會三金龍再點完 經濟科技就全部爆了 這邊直接出到第五個TC 義大利人這邊經濟也沒有落後 村民還是領先的喔 95村 但是還沒有點下手推車 經濟就會其實被拉開了 手推車其實比輪軸技術更重要 這個增強能力比輪軸更強 來這邊看一下 冰工廠直接做一個招翔 義大利人直接點下了帝龍時代 帝龍時代補一下 要來看看能不能 做一個反擊囉 羅馬人的後期 玩起來就是 有點中規中矩 感覺上也沒有到非常誇張的強 算是有 算是被平衡了 不然之前真的太強了 好 投資車這邊砸個一波 血量開始慢慢掉 砸一發大概扣80滴血 74滴血左右 還是蠻多的 OK 工兵繼續射擊 義大利人在上方蓋了一棟城堡 Viper這邊轉出了輕騎兵跟品種升級 還有增兵技術 該有的科技都慢慢補上 那這邊沒有要打他的寶兵嗎 百夫掌 聽說百夫掌是非常難解的 當然Viper可能顧慮到 對方是義大利吧 因為義大利有這個勒納爾弩手 打百夫掌的話傷害是非常高的 這個老頭應該可以活著回去 陳寶貝建立起來 Viper巨型頭司機已經開始在纏了 但是先點增兵技術的關係 巨頭沒辦法第一時間就出來 這邊稍微有些建築物已經被對手開始招降掉了 防止兵工廠 開始被招走了 義大利人這邊開始升步兵 防禦力 還有護衛技術 可能是想要打傭兵 傭兵的話 雖然造價黃金有點貴 但至少他這個升級不太需要升 就可以產出很大的軍事能力 這邊奴炮沒有空 剛好直接進到城堡的射程範圍裡 送掉了一台 這邊再招一下 這個4級可能要被招走 哇 MIP也沒有4級了 這邊要再補一下 後面再補一個4級 OK 輕騎兵開始產能出來 但是二防還沒有點 待會義大利人強弩母子王三級射好了之後 這些輕騎兵的效果 又會被大打折扣 很大人這邊可能輕騎兵要硬上了 強弩在一秒鐘就好 好直接射爆輕騎兵 完蛋了 VIP 這兵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 那這邊VIP可能是想要打這個軍團兵 想要省一堆黃金去打 但黃金有點太多了 但義大利人這邊黃金也是見底 VIP這邊爆了2000多的黃金 依舊被對方壓在家裡的 好 最近投司機繼續開拆 當然這次拖弩兵走進來 VIP要怎麼防呢 現在軍團兵才剛點下 時間好一分鐘 防禦率沒有三防 所以待會軍團長點完之後 就是最強的狀態了 那VIP這邊如果要打軍團長的話 一定要再按些奴炮 再配上更多的這個 建兵器 這個兵趕快出來會比較好 好這個TC終於爆開了 所以趕快去農 城堡還在修 這個城堡撐了很久 化學補向 一打一人 底下三級伐木 開始要把經濟用到最好 村民術還有再繼續按 這個是蠻細節的 這位玩家也是要來打150村的戰術 VIP這邊則是打 村民術有點被削減 他當然村民術還是有再繼續按 還可以 那巨團兵升級完之後 雙防都是6 其實有點像薩金特衛隊的感覺 但是他的好處是可以均勻 之中我就可以產出來 那攻擊力還沒有補滿 所以攻擊力現在是14攻 點完是16攻 家裡的TC再度爆開 VIP這邊產村民的效率越來越差了 剩下三個TC可以按村民 但這邊這邊又被打個一波巨型頭司機爆炸 後面有一些軍團兵 補過來 這邊用兵直接拆掉了巨型頭司機 VIP巨頭全部被拆光 意大利人用兵已經開始出來做事 那意大利人的攻擊力其實也蠻高的 攻擊力開始就10攻了 那在點完之後 還會有14攻傷害 比軍團兵只是少了兩攻 但防禦力當然是被打了折扣 只有防了少了兩防 其實還是少蠻多的 但你要想 這個傭兵是不需要升級的 當然造價成本也是比這個軍團兵貴了一點 但以上帝王實在初期 傭兵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移動速度還比這個軍團兵還要快 還要追上軍團兵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防了城堡 傭兵不能繼續追 哇 VIP居然玩羅馬被壓在家裡打 沒想到意大利人這麼康可羅馬的嗎 哇 這邊城堡直接射爆了一堆強奴 直接吃爆了箭矢傷害 那VIP這邊直接打一個左側攻擊 沒有想進打正面 開始拆這個城門 但後方馬上就有村民在補了一棟新的城門過來 VIP這邊還點下了三級防 可能還是要出一點騎士單位 百夫長有在升級了 三級防點下了 百夫長裡面有在升 有點卡人口 一百七十村 但對方義大利人已經兩百人口了 還在前線蓋起了 工程器製造所還有射箭場 準備來一波大玩的 軍團兵 這邊要怎麼打呢 後方 強奴繼續輸出 好 但軍團兵 直接壓了過來 傭兵第一時間想要到後方 拆除巨型頭C 好像得逞了 下方的軍團兵也是持續輸出 但是強奴傷害太高 百夫長 被射了兩下被擊破 還是直接倒地 遠方也只有七 跟牛俠一樣 百夫長還沒升到精銳 現在資源有點困難 但是先點下野戰軍 野戰軍點完之後 這個軍團兵跟他的百夫長 都會有蓄氣攻擊 但蓄氣攻擊的傷害並不多 雖然是小小的buff 但我覺得有這個蓄氣攻擊還算不錯的 好那這邊直接用了軍團兵 把義大利人的強奴全部拆光了 哇 義大利人突然損失了自己的所有軍隊 那這邊如果要轉出火槍的話 需要大量黃金 這邊直接買賣一波 賣了一堆食物 換了一些黃金之後 開始按起火槍兵 那義大利的火槍兵非常便宜 減少了20%的成本造價 我們把義大利這邊強攻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把對手壓了回去 那義大利人這邊剛剛沒有控好 槍直接送光 後方也沒有城堡 做防守 結果家裡前線的城堡 可能也是守不住了 把義大利這時候點下了工會製作 想要來買賣一波 更多軍團兵補了上來 直接爆打 哇這個十張慘重啊 好 羅馬人迈克 繼續四處開拆 但是火槍一出來之後 軍團兵的效果就沒這麼好 畢竟 步兵還是很害怕火槍的 那連百夫長也是喔 吃到火槍的傷 也是很快就會倒了 大人時代不同啦 羅馬人還在用刀劍 伊大利人都拿出槍了 那羅馬人要怎麼打對方的火槍呢 最好方法就是出奴炮 但奴炮現在又會被 伊大利人的火炮針對 所以現在羅馬人有點尷尬 如果真的要打贏火槍的話 盡可能出一對百夫長吧 做一個騎兵包夾動作會比較好 或是出大量輕騎兵也可以 好 拜扮這邊點下三弓 唉唷 那這個就有職位喔 拜扮這邊還點下了三級農二級絕金 把金金要搞到最好 地圖也開始在空了起來 那伊大利人下方的城堡也是建立起來 這個金礦也是守得好好的 那下方這邊很難騷擾到 可能這邊拜扮要撤退喔 這邊會把自己洛馬全部送光了 除非他要硬砍 哇這真的要硬砍了嗎 看起來是拜扮沒什麼在空喔 砍了幾隻 直接撞TEC 開始吃城堡跟TEC的傷害 哇 真的要送光了 還有這邊在空前方 看到大量的火槍 後面還有火炮 距離投資機看到之後直接撤退 不然火炮可能會直接換掉 右方有少量傭兵 直接騷擾拜扮的採礦營地 所以拜扮過來營救一下 但主力被調到右邊去了 正面就沒有兵防守 拜扮這邊可以考慮 直接到下方這裡做個包夾 因為人家火槍兵 撤退速度是比較慢一點的 不過從後面直接突然包過去 對拜扮也是件好事 但是他現在在靠這些房子 義大利人應該也是看在眼裡 所以拜扮的主要部隊 在這裡已經被發現了 義大利人壓力就沒這麼大 直接正面開拆 不用顧忌了 拜扮決定要把這些建築物拆光 好 拆一拆拆一拆 距離投資機開始往下 好 但是有非常多的輕騎兵衝出來 直接對著火炮一陣爆打 後方又有更多的輕騎兵過來 再來做個包抄 這個包抄很可惜 只收掉了一台火炮 兩台火炮以殘血為告終 好 拜扮並沒有想要把主力部隊派到前線 反正是側翼攻擊 開始來攻擊義大利下方經濟處 拜扮這邊用肉麻去扛對方火槍 但火炮依舊在輸出 所以建築物還是燒起來非常快速 這邊有點撞城堡火槍 38隻直接硬吃箭矢的傷害 城堡傷害還沒有點到最高 二級弓還沒有點 軍銀頭十一已經架了起來 野戰軍 不是野戰軍 軍團兵已經在這邊做助手 但是更多的大洛馬直接跑得過來 輕騎兵直接爆打 二級射跟化學也補了 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些戰馬 去擋這個火槍 不然這個火槍有點無解 但這個對手也沒有控得很好 義大利人這邊狂送 卡薩有點尷尬 本來非常大優 開始有點劣勢 這邊肉有點多的關係 點下輕騎兵跟品種 三級攻三級防也可以補下 白盒打爆下方的城堡之後 開始來奪對方的黃金 想法非常好 但正面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義大利這邊轉出了巨型投司機 要來稍微反制一下 Viper這邊的城堡 不然沒有帶攻城器械 確實讓 Viper沒什麼壓力 那義大利人這邊轉出了長槍兵 是要來仿清騎兵的 那義大利人是沒有這個騎兵的 所以這邊打起來 算是有點五五開吧 沒有到非常好 但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細節 很多人玩熱奈亞奴手 就不會出長槍兵 玩義大利就不會出長槍兵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 你有需要針對對方的騎兵單位的時候 該升長槍兵還是要升 不要一直想用熱奈亞奴手去解 前方還是有個近戰單位 去扛住正面會比較好一些 那羅馬人這邊還點下了專瓦技術 還有工程工程師 羅馬這邊經濟還不錯 Viper這邊經濟還有一千多黃金可以用 但是義大利人這邊黃金已經見底了 只剩下一個人在採礦 這裡黃金如果拿不回來的話 羅馬人Viper可能就要直接讓對手打出GG了 義大利人這時候補下了三級防 好 正面的高地軍團兵扛得非常好 直接把一堆長槍兵直接敲爛 但後方的火槍兵還在輸出 但後方有三隻清洗兵上來硬砍 把後面的巨型頭石精給打爆了一台 但巨型頭石精還在對火槍兵輸出 輸出傷害非常的好 雖然一次只能打一隻 但是終究還是打掉了一些火槍兵喔 哇 正面看起來 Viper雖然損失掉了大部分的單位 但是對手也是損失慘重 好 後面再補下了一個多重奴 哇 這個要來增加奴武炮的攻擊速度了 沒想到最後還是要轉奴武炮嗎 也好啦 奴武炮只要30黃金 即省 雖然巨頭全部送光了 但這一波打架打起來 並不會說到虧喔 反正是有點賺 一打一人這時候趕快趁機 把黃金全部搶回來 這裡黃金再搶回來的話 還可以再打一陣子喔 Viper這邊經濟實在是非常好 還有5000多肉 可以跟對手做交換 但村民術沒有繼續補 反正是補了大量的奴武炮 Viper這邊的策略 是想要用大量的奴武炮 去壓制對方長槍兵 還有火槍兵喔 那如果遇到火炮的話 就只要用青騎兵去硬抓 這個策略確實不錯 可以自己省下非常大量黃金喔 也不時可以摧毀大量的 敵方單位的能力喔 好 長槍兵直接上來硬戳 反正是垃圾兵 硬戳落馬也不虧 攻擊路城堡射城裡了 直接硬打 右邊有一波小小的 青騎兵想要從右側發動攻擊 義大利人要怎麼反擊呢 左邊有一些軍團兵 直接硬拆城門 城門快被塗入了 後面補下了一個硬木城門 火槍兵直接趕了過來 好 直接開射 Viper這時候 點一下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家裡一堆青騎兵殺了過來 還好後方有種城堡 可以讓軍民們躲在裡面喔 左邊義大利人 也是用青騎兵打了一個雙線 這時候義大利人 開始在築起了高牆 下方一堆城牆開始建立起來 看來是鐵人心要跟Viper打後期 青騎兵繼續跟上去 兩邊青騎兵一起差不多 但是義大利人沒有點三防關係喔 還是很迅速的被解掉 義大利人可能找個機會點一下三防吧 不然這個肉碼有點爛啦 這邊青騎兵直接爆出來 變成肉碼大戰了嗎 喔 更多肉碼補了過來 Viper這時候點一下了工程 升級 裝甲衝撤升級 好 三防補下 這邊肉碼大戰 肉碼大戰 看起來Viper的數量是比較多一些些的 一打一人進是不妙 三防也沒有好 直接拉到高地 高打低還是可以反擊回去的 好 右邊這裡再補下更多的圍牆 直接肉碼開啟斬陣 大量輸出 但是血量掉得非常快 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被打爆了 但是後方補了一些長槍兵過來做防守 白盒這邊點下了精銳百夫掌 看起來是要用最後的騎兵做一絕勝負的動作了 雖然資源已經看來沒有了 這是Viper的最後一搏了吧 這個黃金又玩的話可能會GG喔 好 這邊打起來看起來沒問題 白盒最後的信息兵也沒有想要去控 直接原地開打去做個交換 好 這邊大量信息兵再次補了過來 這是大量的重型奴炮 大家看他的重型奴炮攻勢有多快喔 非常快的那種 好 開始輸出 哇 這個一木城門 好快 奴炮射超快 這個串燒 哇 臭命直接倒一片 繼續行頭司機想要反擊 砸到了一台奴炮 奴炮還能夠繼續往前嗎 那時候一大一人已經轉出了火炮 想要來趕快反制 但這邊工程快要成功了 好 這邊城門突破 大量信息兵直接往前 透明衝撐也是繼續跟上 好 但是右方有一隊小隊 洛馬小隊想要來解重型奴炮 但是奴炮直接把這些洛馬給串燒掉了 死成一字牌 義大利人城門已經被突破 正面的火槍兵直接被硬扛 沒有控好 這邊洛馬殺了非常多的火槍兵 但這邊奴炮的傷害還是非常高 衝車沒有第一時間去撞對方城堡 反而是先拆掉上方的射箭場 這邊MIPER要再聚集最後一波的軍力 精銳百夫長也升好 血量175低血 攻擊力19 遠防7 近防6 體質相當不錯 跟遊俠差不多 比這個遊俠少8低血 但攻擊力比遊俠 好像差不多 比遊俠多一點 多一攻 而且還有蓄氣攻擊 所以這個遊俠 這個百夫長玩起來有點像獵蹄獅的感覺 攻擊力有點高 而且可以無視對方防護力的感覺 因為多那5點的蓄氣傷害 就像是獵蹄獅的無視防護力一樣 如果遇到條盾的話 就不是這種感覺 遇到條盾這多武功 好像沒有多很多的感覺 左邊MIPER拉了一些星星兵到角落 正面就去進攻 沒有打算從城堡這邊 硬打 反而是轉向側面 想要攻擊右側的經濟處 但這個城門 直接拉了一隻軍團兵 卡住 MIPER直接長驅直入 城門直接門戶大開 拉了更多的軍團兵走進來 這邊城牆也快被撞爛 大量的奴炮 再次壓了過來 義大利人一定要火炮 去解掉這些奴炮才行 不然正面是很容易被解光的 這邊嘗試讓奴炮上高地 軍團長也上高地 想要用高打地的傷害去見面對方的單位 這邊串燒效果非常好 單位走了過來 但是直接損失掉了自己的傭兵 上方有大量清洗兵直接殺了過來 第一時間把對方的衝城給解掉了 後方衝城在後面被清洗兵追著打 但正面部隊清洗兵又上來了 拆掉了幾台奴炮 但後方的核心單位火炮再做一個輸出 但是正面的擺服長直接順利的把火炮給解決掉 後方兩台火炮沒有時間可以去後方攻擊 但是又拉了更多清洗兵直接去後面硬拆 效果還不錯 才是拆掉了幾台的重型奴炮 白河這邊的奴炮剩下少量的4台 左力部隊快被消滅殆盡 但是正面的軍團長還有百夫長數量還是非常多的 反而是對手義大利人 這邊的火炮數量只剩下0台 一台都不剩啦 哇 羅馬人還是有點猛的 雖然沒有火炮那麼強硬 但是光奴炮來說已經非常好用了 給大家一人這邊沒有黃金了嗎 黃金歸零 像只能靠修道院裡面的聖物產出黃金 或是靠買賣而已了 好 這邊沾到一兵一卒 這次攻城 Viper打得非常漂亮 村民也只剩下90村 但支援量還是很多 盡可能把人口轉成軍事了 左邊這邊也是有洞 溜了進去 拉了幾隻軍團長 在旁邊 軍團兵啊 這是軍團長 正面的城堡直接被衝稱頂爆 右邊這一波大部隊也是直接開始騷擾 右邊的村民 正面部隊 一打一人拿出最後的軍隊做反擊 但開始守不住 大量輕騎兵還有軍團兵 直接淹了過來 一打一人打出了 GG 哇 這個沒有辦法 一打一人已經用盡了全力 最好辦法可能要出這個勒納奴手 那一打一人城堡倒得蠻快的 而且精銳也沒有升級 還是要有一些工兵 在後方做輸出 去針對對方的軍團兵 跟百夫掌會比較好 那奴骨炮的部分 一定要用這個火炮去反制 那奴骨炮沒有火炮的反制 自然而然 就可以用輕騎兵 或是用百夫掌直接淹過去 所以我覺得一打一人這邊唯一的失誤 就是沒有出勒納奴手 其餘之外我覺得中間跟後期防守 或是在擴展領地 都打得還算不錯 很可惜喔 這個倫奴奴手沒有登場 如果有登場的話 百夫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好過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是由百夫拿下了實物的勝利 木頭兩邊差不多 黃金素以義大利人這邊拿下一些優勢 但最後還是百夫拿到勝利 兩邊其實經濟是差不多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